Honda Malaysia 一直以来都非常努力的 在马来西亚推出各种混合动力车款 从 City Hybrid 到 HR-V Hybrid 之后 今天 Honda Malaysia 又为我们带来了 另外一款 Hybrid 的车款 那就是人见人爱的第十一代 Honda Civic Hybrid 这款车其实只在少数的国家发布 但是 Honda Malaysia 可以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引进我国 可以说是非常重视我国的市场了 既然是 Hybrid 的版本 那我们就来简单概括一下 Honda 的混合动力系统 相信大家都略有所闻 Honda Malaysia 之前就曾经贩售过 Civic Hybrid 的版本 但那仅仅是在第八代跟第九代的 Honda Civic 上面 当时所采用的 IMA 混合动力系统 虽然油耗表现相当优秀 但是动力输出方面却略显逊色 而来到了第十一代 Honda Civic Hybrid 也就是你屏幕前所看到的我身旁的这一台呢 它所采用的 IMA 混合动力系统 不仅仅是油耗表现 甚至它的动力输出方面也是相当优秀的 可谓是予以熊掌同时间的又省油又有力 在我们还没有聊这个引擎部分呢 我们先来带大家看一下 Honda Civic Hybrid 它的整体外观设计 可以看见 Honda Civic Hybrid 它的整体外观设计 和其它目前正在贩售的 Civic Turbo 版本 是几乎没有什么改变的 但是虽然它没有什么改变 但是在细微上面你还是可以看出它的变化 既然是 Honda Hybrid 车款 那么它的 Logo 就是它的象征 你要怎么认得出这款车是 Hybrid 呢 你可以看它的 Logo 这个 Honda Hybrid 的 Logo 它的 Hedge 字样 Logo 它会带有一点点蓝 跟 Toyota Hybrid Logo 其实是一样的 然后呢 第二点就是它的轮圈方面 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个 RS 版本的这个 Turbo 版呢 它的轮圈呢 是属于暗压黑的这个轮圈 而来到了这个 Civic Hybrid 版本的这个轮圈呢 它采用了这个 Dualtune 的一个轮圈 除了 Dualtune 之外 这个轮圈依然是和 Civic RS 一样是 18 寸的轮圈 你说它不好看吗 其实我不这么认为 为什么呢 等下我再介绍另外一样东西过 我才可以告诉你为什么 我觉得它是非常的好看的 这一次的这个 Civic Hybrid 呢 它采用了这个 Chrome 试条 和其它的 Civic Turbo 版本不一样的是呢 其它 Civic Turbo 版本它采用了这个 Black Piano 也就是钢琴黑的这个试条呢 作为一个装饰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呢 这个 Civic Hybrid 呢 它采用这个 Chrome 试条呢 还有这个 Dualtune 的一个轮圈呢 它整体上看上去呢 是非常的尊贵而高雅的 而其它的 Civic Turbo 版本呢 它则是凸显出了一种非常凶猛的一种气势 你说它不好看吗 其实我并不这样觉得 毕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吧 然后在车尾的外观部分呢 有两个点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惊喜的 毕竟这个是 Civic Hybrid 的版本嘛 所以呢 它从这个双排气口呢 改为了单排气口 也就是在我左边的这个排气口 然后呢来到了尾箱部分 诶 尾箱部分有惊喜到我哦 关于车厢的这个部分呢 大部分的 Hybrid 车款呢 他们都会把这个用本来 应该用来放后备胎的这个位置呢 拿去放这个电池 但是在这个 Civic Hybrid 的版本呢 它们并没有移除这个后备胎 它反而还仍然给你配备了后备胎 所以呢它的电池呢 是放在这个车后座的下方 聊完了这个外观 现在我们就来带大家看一下它的引擎 Honda Civic Hybrid 的版本 它的引擎呢 并没有配置这个 1.5 Turbo 反而配备了这个 2.0 Akimson 的自然进气引擎 它的马力呢达到了 181 HP 峰值扭力则是 315 Nm 比这个 HR-V Hybrid 的 131 HP 还来的高不少 而且呢原厂表示呢它的这个热效率呢 达到 41% 和 Toyota 的 Dynamic Force Engine 呢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综合输出来看呢 我们可以发现呢这个动力输出呢 它可能可以和这个 Civic Turbo 版本的这个动力呢 旗鼓相当甚至可能更深一筹哦 关于这个油耗表现方面呢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泰国媒体所给出的这个官方数据 就是说它的油耗呢在这个纯四驱驶驶 也就是 City Drive 呢 可以达到 55.55 km per liter 而综合输出的油耗呢 则是达到了 25 km per liter 而刚刚在车手的试驾过程中 这台 Civic Hybrid 似乎起不比 Civic Turbo 来得快哦 其实也对嘛 毕竟这个是 Hybrid 的版本 顺道一提的是呢 这个 Hybrid 的版本呢 它同样也是被归类在 RS 的版本当中 所以你买这个 Civic RS 的这个车型呢 它可能会提供这个 Hybrid 或者是 Turbo 的版本的给你选择 但是价钱方面呢 我们还不得而知 毕竟目前还没有公布这个价格 所以来到影片的最后呢 你比较喜欢 Honda Civic Hybrid 呢 还是比较喜欢 Honda Civic Turbo 呢 让我知道哦 喜欢这期的影片 记得订阅以及点赞我们的这个视频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